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一見我就發 錢就會繼續你 怎樣見到我就發 因為我的樣子 是一個福相 帶給你們幸福 因為我大歉你 第一 種橫財 第二 大歉你的身體健康 第三 達到你心想事成的事 第四 很久沒有種標的人 都已經開始 發揮了 想種少少都好 好就開始 但是呢 上一期我們講到 這個兔仔 兔仔的人不要小蠢 打壓機會就去衝 否則都是平平無奇 今期我們講龍 熟龍的人朋友真的滿天下 我是其中一個 我去到全世界都有粉絲 有粉絲 有朋友很重要 我的朋友 甚麼到街人士都有 你熟龍 你都不可以講沒有朋友 但是你朋友 你阿琛那些朋友 是甚麼朋友呢 做生意的朋友 投資的朋友 買賣的朋友 雖然自己沒有這樣的能力 投資有一部分的人 但是你在他身上 熟龍的朋友 身邊 你會在他的面前 你會得到很多資訊 自衛開竅的東西 是帶動熟龍的人 更上一層樓 熟龍呢 今年呢 你的苦年裏面 是相當不錯的運氣 尤其是做生意的人 今年是賺大錢的 橫財那方面肯定是有啦 偏財那方面 更加有啦 所以說今年呢 你們呢 熟龍的朋友 你們會在朋友的身邊 你會得到很多這個 好事 年年都到你的身邊 所以但是呢 你又有壓力 無形的壓力 但是呢 一時又是說 不想不行 對不對 但是呢 你要記著喔 今年苦練 龍虎生威喔 你不發揮就死蠢喔 所以你們做甚麼事都好 熟龍的朋友是有分寸的 又會有他的秦規道具 所以我喜歡熟龍的朋友 因為我很多朋友都是做得不錯 有些做得不對 我們會指點他 因為我很希望我的朋友 全部都不錯 說真的 我朋友全部坐冰士 不是吹水 真的是坐冰士 因為我鼓勵是坐冰士 基本人家沒有錢 怎麼坐冰士 就是你要努力 為何人家可以坐冰士 你不可以坐冰士 那你賺到錢 你賣到屋 買到車 是不是很開心 人的東西是這樣的 所以你們做甚麼 一方面呢 你的弱點就是有主見 主見的方面來說 有好也有壞 如果主見是好的 是沒甚麼問題 是OK的 放心吧 所以你們積極的進取 你如果想進取的話 會達到你要的東西 如果不進取 不去處理的話 你又會走雞 因為屬龍的人 心思熟慮 很厲害 人際方面 很廣 很闊 很大 機會 真是日日都是有機會 24小時 on duty 所以屬龍的朋友 無論你的才華 或者領導能力 你會給一般人的利害 創劍是很厲害的 一個平台 你可以發揮到 臨漓進展來說 屬龍的人是有能力 但他很多東西 都是靠自己的精力 和領導的能力 是創出一個天下 所以我們是腹甲一方 你們自己執生 OK 所以說優秀的人 會自然 會受到很多人 和你交朋友 但你幫我的人 很多人都是過橋初版 那些沒所謂 那些人去不好 有些人是連朋友 你不用擔心 因為誰不好 是去不好 不是你不好 因為是錯失良機 因為我們人 出生 到你這裏 世界 甚麼都沒有 我們賺食 要出外教朋友 在家靠父母 有沒有聽過 如果有貴人 指點你 去行得更好的條路 或者做生意 怎樣去行 怎樣去圍創 做人的道理 怎樣去做 當你明白 了解 朋友 鼓勵你賺大錢 你是不是很開心 這些 是不是要多謝屬龍的朋友 其實除了屬龍 十年生肖的人 很多都是你貴人 所以屬龍的人 是很厲害的 是OK的 所以說 又成功 坦白說 所以說 你們在他身上 多些接觸來講 你會學到很多知識 和智慧 和開竅 和打通你的光明大道 下來那條路 你應該要怎樣走 你問一問屬龍的朋友 我會給你一些意見 一時屬龍的朋友 很自私 不講完 一時他喜歡 都講到 是講心情的 所以屬龍的朋友 今年 或者一世人 都好 你會受到很多人幫助 和支持你 甘甘去做吧 屬龍的朋友 不要丟我 記得 好了 不說了 祝你好運 拜拜